《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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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丹雅說 三個孩子不對 我們演到天上去 這戲也沒戲 讀劇本的時候我們很嗨 我們冷靜下來想 我這三個孩子太難弄了 這三個小孩 確實是我們從眾多的年輕的演員 裡面選擇出來的 因為說實話 他們這麼小 他們其實所謂的演技 都是自己本真的性格裡面 要帶這個角色的因素 在我們前面的攝影工作中 有六個月的時間 大家去 不管是磨合啊 適應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其實對小孩的要求 和對一個好演員的要求 不是一樣的 難度肯定是特別大的 你奔著多少分找的 你要是奔著60分找的 那它夠了60分 奔著100分找的 肯定不是100分 包括我們去學校找的 去看資料的 錄視頻的 跟他語音聊天的 少說也有2000多了 你跟孩子去聊天 你讓他放下所有的那些包袱 你讓他放鬆了 來去跟你聊這個事 突然間他的本質就出來了 是不是跟我們要的角色的本質 是契合度高的呢 就我們只有劍才能知道 你跟他去說詞 比方說你要說什麼話 他要說什麼話 這件事是自然發生的 不是說我背好了 他也背好了 這是個遊戲 你說完我說 我說完你說 你說完再換我說 這不是表演 只要我們還活著 他裡面睡班了 他可是不上一份 放鬆一點 不用緊張 沒啥緊張 就是一個遊戲 孩子不像大人 上來直接能演一對假父子 假夫妻 情感很飽滿 孩子呢 我覺得他們還會有一些 排斥性跟陌生性 你告訴他們成為好朋友 他們可以成為好朋友 單單是假的 只有把他的外在的東西 拋開了 讓他們真的成為好朋友 那種本質的激發的潛能 是不一樣的 一定要開拍之前 給一段時間 讓幾個孩子在一起玩一段 在什麼玩啊 岩良 他不像 第一次見紫山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判斷 他可能是岩良 就看他的形象 結果一進來 讓他試了岩良的戲 我們就發現 這個孩子是朱朝陽 印象中 朱朝陽應該是比較小男生的 我是覺得兩個男孩 一邊高 普普稍微矮一點 更好看 要不然跟信號一樣 岩良 應該是天然的大陸皮疙瘩 這玩意兒就演不出來 見了無數個岩良 很多都能演岩良 他可以演那個野性 但是這個東西 肯定是天生就有的 有優勢 像岩良後的角色 這麼皮的 這麼精於事兒的 真的很多 我們小時候也好 野孩子長大 咱都野生了 現在孩子 渣癢 出去都怕丟那種 一直到我們試機器 那一天需要一個 幫忙試光的小孩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要不然讓石棚原來試試 結果那天 趙趙老師是第一次 把它扮上 一扮上 我們就發現 太像岩良了 那一刻是很驚喜的 所有人都非常開心 我就知道你是個 降一氣的哥們 其實普普要是因為有個性 有一張照片裡的有一個眼神 一下把我勾住了 約普普的那一天 我們在開劇本會 我們就做了一段小的 一個即興的表演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我都沒碰 那它自己掉下去了 就跟你沒關係 跟我沒關係 那我現在報警 你別報警 你別報警 當時其實大家看到的反應 首先他演技挺好的 約普普年紀更小 只有八九歲 我們其實見了很多 這個年紀的小女孩 演技相對稚嫩一些 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還挺焦慮的 然後當見完聖敵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他在跟人對戲的時候 他會聽對手說話 這個東西是讓我很驚喜的 我覺得他沒有說詞的時候 完全在那個狀態裡面 我們這次都是小朋友選的 真好 我們都非常喜歡 但這孩子確實是選對了 都